小轎车在台62隧道前发生致状 侧翻90度 远景在现场加强指挥交通 像这样交通事故 若到了一夜晚 视线不加 就很容易发生第二次追撞 过去国道就发生几次远景因公殉职事件 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基隆青安宫捐赠无阻 直立感是LED灯 给基隆市警察局交通队 只要按下按钮 就会发出声音 同时开河升降 让远处的车辆也难看到前方正在执行 大大提升安全性 我想我们远景处理交通车祸 最大的威力 就是发生二次车祸 这次青安宫协助补助我们LED的警示设备 就是确保不要再发生第二次的事故 对远景对民众 都安全上有很大的提升 非常感谢青安宫的益助 捐赠仪式上 基隆警察局长亲自颁发感谢状给青安宫 对于基隆连外道路多 又有大型重车 市议员同志委说 将会继续替警察局争取更多的交通装备 捐赠仪式上的交通装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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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装备 也有几顾问的支持 那我们对警察一直以来的支持跟协助都不以余力 那也感谢马总裁的精神 那我们警察在执行中的危险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青安宫以及我本人在议会 我们也会提出来 尽量帮警察争取更多的安全措施 那也希望警察我们也能 警察是我们的人民保姆 以让我们有信赖 到公路警察局在前几年有发生几次 我们的远警在处理车祸的时候 到后方车辆快速撞击的交通事故 于是国道就有买我们这种直立室的LED灯 那根据这个统计 这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事故的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直立室LED灯 这是有专利的 这一组要9万多块 然后它的那个照明的设备 比我们原来的亮度亮很多 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拍的影片可以看到 他远远就会看到我们的警示灯在亮 这可以大幅的降低 我们一般的驾驶人没有看到 我们的警车而发生的事故 那于是我们今年就特别拜托 我们的清安热心公益 捐助我们五台的直立室LED灯 以有效的来降低我们 高快速道路的交通事故 因为本市的台62是属于我们的快速道路 我们在上面常常会有大行车翻覆 跟一些交通事故 那我们远景在上面处理交通事故 如果常常会有 因为车辆没有看到前面的状况 发生二次车祸的一个状况 去年就有发生一件 就是民众在上面 因为没有及时放那个 警示标志遭后方车辆高速追撞的交通事故 有别于国道警察使用的LED灯 这一款是第二代改良式的产品 进入市也是国道警察之外 率先采用地方警局 希望能够发挥另类的光明灯效果 确保远景执行安全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导 一个车辆重里面 这是上梦吗 所以我给你帮助 目睹 你们看起来 我吃老虎